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大家刚刚在上星期才吃了粽子 刚刚过完端午节 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里头 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跟端午节 有一点点相关的话题 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国内非常年轻的编剧 陈建兴 建兴你好 你好 建兴你大部分都是帮唐美云老师做歌仔系的编剧是不是 是 现在算是专任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工作在进行 基本上就都在写剧本 专职写剧本 是是是 建兴才在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得到第三十届传艺金曲奖的这个 好像是叶未央这个剧本的最佳剧本的入围 对不对 对对对 是 所以在国内你的剧本算是相当的独树艺格 不敢说 就一点自己的想法的表达吧 确实建兴在剧本里头 把很多我们传统大家熟悉的故事 加进了很多现代人的情感 或是你的想象 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白蛇传 对 不这也是个很有趣的机缘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聊白蛇传呢 因为这出戏好像最近又开始演了是不是 是就是在戏曲中心的邀请之下 这个戏去年演过嘛 首演 那现在在7月11时而又要在戏曲中心的舞台上面 就呈现给观众看这样 是 就是因为最近实在是整个表演艺术圈呢 因为新冠肺炎大家好像 这个我觉得剧场都荒废了 对啊 好像要把这个场子再热起来 所以找了国内非常多重要的团体 再把他们的经典拉出来 所以唐明云歌仔戏团这次就要用 白蛇传这一处来跟大家见面 对 那这出千年度白蛇 它就是从传统的故事出发 对 然后呢 有一点我们新的角度来看待 这样 是 所以我特别注意到你们这个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千年度 是 这个千年度应该有它特别的含义吧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剧名呢 当初在想的时候 其实剧名已经把整齐戏 想要传达 想讲 想探讨的东西 已经点出来了 其实就是度这个字 对 三点水的这个度 划船 渡船的度 对 那其实度这个字很有意思是 尤其在佛学佛教的思想里面 这个字有它很特别的意义 对 像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在念心经 或听过心经的话 对 他我们说 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对 那般若我们知道是智慧 那波罗蜜多呢 它是梵文 就印度化 对 它就意思就是到彼岸 那其实就好像划着船呢 从痛苦的人世间 然后呢 百度到那个无忧无虑啊 只有安乐的那个彼岸 对 所以度本身在佛教佛学当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对 那白舌穿这个故事 怎么又会跟百度 到彼岸去做了一个连结呢 是 就其实白舌穿这个故事 当然它跟佛教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 怎么跟关系吧 我就只知道当中有一个法海 是是是 对 就是我们知道这出戏里面 有一个讨人厌的老和尚 那个嘴脸 我们没有人看白舌穿喜欢它 每次我每次都觉得都差距坏了 好吃 可能只有那个电影《青蛇》里面 也许赵文卓还蛮帅 所以可能有些人还可以喜欢他一点 但的确在传统戏曲的舞台上 不管金剧 昆曲 法海永远扮演那个 尤其像金剧的白石传 里面法海常常会用镜花脸来演 就像表现那种 很凶 很凶 对 然后非常霸道的那种感觉 对 那因为我们这出戏很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要制作这出戏 是因为唐美云歌仔戏团 唐老师 他的一个初衷 他想要栽培 想要提拔年轻的演员 对 所以选了这出戏呢 是希望让这些年轻演员 他们以戏代工 可以好好的练功 然后好好的增加舞台的磨练 所以像唐老师 还有小咪老师 这些资深的歌仔戏的名家 反而是在旁边陪着他们演 就是拱着他们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次很特别是 我们这出戏一开始就设定 唐老师要演法海这个角色 这是你给他安的角色 还是唐老师就是 我就要演法海 其实很上次我跟唐老师提 就是 老师您来演法海 然后唐老师完全就接受这件事 那这样小咪老师呢 就我们本来也有在想 那小咪老师是要演许仙呢 还是 对 然后他生蛋都行嘛 那还是说要演个青蛇白蛇嘛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初衷 是要让青年演员来演主角嘛 所以小咪老师 我们另外帮他找了一个角色 叫百度人 对 那就跟这个度其实有一点关系了 对又连结上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情节呢 其实我非常好奇 所以刚才建新来的时候 我就好好的跟他聊了一下 感觉起来这跟我们好像熟悉的白蛇传的故事 其实很不一样 其实当初在就必须说我真的是白蛇粉 我真的是从小真的是从小学就爱这个故事 你是特别爱白蛇吗 其实我很偏心 我就爱白蛇 对 为什么你觉得他 就是整出戏里面可能 有些人会很喜欢小青啊 可是我真的就非常的专情 就是爱白蛇 对 那我觉得可能跟从小可能看故事书 电视剧像新白娘子传奇啊 或者我们看歌仔戏里面 对 有各式各样的白蛇 但是其他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些特质 例如说痴情 例如说 我觉得勇敢 为了爱情他可以不顾一切 对 对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小时候比较肤浅嘛 就是浅薄一点 就是觉得哇好厉害 会法术变来变去就很开心 但小时候我们都特别爱看稻仙草啊 然后水烟金山啊 这样子对 慢慢长大了 我觉得对这个故事就有不一样的想象跟理解 对 那这次改编这个故事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设定是 我们要保留游湖戒伞 端阳线行啊 水烟金山 还有像断桥相遇 我们要把这些经典折子全部保留 就是大家最爱看的这些 最快智人口的都要留下来 是是是 可是像你的空间 其实就不大了呀 没错没错 对因为当整体架构 还有这些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变成我能够 比较能够发挥的空间 的确的确会少了一些 对但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这个故事 其实我也不希望它被改写的好像面目全非 或者完全不是原本的白色酸 所以也许 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怎么样去调整 或者怎么样去点染 对去渲染 能够让这个故事有新的感觉 跟能够传达一些新的 说传达其实我觉得更精确应该是探讨真的去了解去理解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设定是我们帮白素贞 还有法海我们给的他一个前世的姻缘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每次都在想说这个法海真是讨人厌 他干嘛就是要去找白娘娘麻烦 就想说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过节 对对那当然以前我们看一些小说或者戏剧版本 都会说白娘娘呢以前还是蛇的时候 可能偷吃了法海练的丹 然后呢法海就恨她 因为可能所以后面就要去拆散她 这个就是民间的百姓很可爱的一个想象这样子 对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 唐老师来饰演这个法海 所以我们会更深的去琢磨她内心 就是她到底为什么要去度白素贞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她是要去度她 而不是要去可能像降妖伏魔 所以在这里头法海变成了一个 想要去度化白蛇的角色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更符合 其实佛教的一个精神 对就是我们传统看到的法海 它其实是非常有分别心的 它要保护人类 它要消灭异类妖 对可是妖跟人其实都是六道中的众生 所以传统的那个真的是民间的百姓的想象 对那我觉得因为慢慢的对佛教佛学有一些认识之后 就会觉得民间的想象很可爱 但是其实有一些设定是 其实是蛮违背佛教的一些精神 对所以我就在想那唐老师这次来演这个法海 我想要改变她的一个动机 跟她的目标方向这样 对所以你就给他们加了一段前世 对前世的姻缘 姻缘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前世姻缘呢 前世在数千年前某一个异国 对然后在异国 对还是在异国 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僧人 她认识了一个妓女叫红莲 对那这妓女对她有救命之恩这样子 那这个僧人就看到这个妓女呢 就是在爱情的就是陷入了某一段情感当中 无法自拔 甚至最后为了感情的幻灭 她杀了她心爱的那一个人 对一个将军这样子 对那最后在火刑场上 这个僧人有来为她诵经超度 对那在那个弘莲呢 临死之前 她感谢这个僧人的声音 送今生让她觉得心里很宁静 同时她也发下了誓愿 就是她希望未来是她不要再当人了 当人太辛苦了 发下这样子的誓愿 对所以后来当然火刑之后 这僧人也发下了誓愿 就是未来生生世世的话 我成道不成道 反正我要去度你 我要尽我一切的去帮助你 不要让你陷入在爱情的世界 然后重蹈覆辙这样子 对 天哪光听这个闲事就让人觉得好有感觉 是 其实我知道在这一次这整个 整出戏里头 其实在很多音乐演唱的部分 也做了很多特别的安排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请建新来为我们介绍 但是建新刚才讲到这段前世的故事 我们要不要就来欣赏一段 在千年度白舌里头的一段唱段 好啊好啊 就是这一段唱段呢 是唐老师演唱的 这一首曲子呢 其实是来自于佛经里面的一个际遇 对 由爱顾身忧的这个 他讲的就是人烦恼从哪里来 是来自于爱 对 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是 好 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一块来自于佛经里面的一个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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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现在歌仔戏在创作方面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 像我还可以算年轻人 你本来就是年轻人 然后呢还有我的朋友们就是像我们这出戏的那个编曲 军达 艺庭兄弟 对 然后还有像我们戏的边枪 Polo 陈兴翰 他们都很年轻 对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音乐呢 跟传统歌仔戏的那个旋律会非常不一样的味道 对 那因为现在创作新戏的话 有时候因为剧情情境还有情感 真的都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套用传统的音乐渠道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观众有一个新的感受 好像就回到那个杨丽花 对 是是是 我们小时候很习惯的那样的情境里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像千年度白色音乐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进现场 因为那个乐团绝对都是二三十个乐师音乐家 现场演奏的 而且军达他们兄弟编的那个曲 真的是非常细腻 他非常细腻的可以把人物的情感 还有那个氛围 真的会把你光是听音乐就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哇 真的 是 然后他也把建兴的词 带出了一个跟传统歌仔戏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像这首游爱顾生忧 是 对 这个旋律呢 是由Polo 就是陈兴汉 他编的 对 就是是新编的旋律 然后这一首歌可以说是千年度白色的主题曲 主题曲 贯穿这出戏 因为爱 所以就 有 有 对 为什么你会 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变成这出戏的主题呢 其实这很有趣 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不同宗教的对爱的看法 对 例如说像基督教 他们也都会讲爱 神爱着人 人要互相的相爱 这样子 他们很乐观的去看待爱 这样子 对 佛教呢 很有趣 佛教他有点 我们 有些人会觉得是悲观 他觉得痛苦的来源就是因为爱 对 这是 有些人会觉得 这跟西方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对 有些人会觉得这是悲观 但其实某方面来讲 就是实观 真实的实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意外事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可能儿子车祸死了 妈妈在那边哭到站不住 对 那个哭 那个痛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 那个非常深的那种爱 对 然后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有些人 也许婚姻当中出了一点问题 为什么那个 不管是丈夫或妻子 可能都有一阵子会无法自拔 很痛苦 甚至可能会得了精神忧郁症 这些来源也都来自于爱 那爱当中其实含有很多很多东西 例如说想要占有 我想要拥有它 它只能是我的 是 对对对 那这些其实也连结到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写戏 有点可怕的是 可怕 当我可能正要面对某一个题材的时候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 你可能会有某件相关联的事情 不管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 还是我的朋友亲人 也许遇到的 就可能就这么不知道 这么巧合的发生了 就会给我很多的体会跟感悟 那千年度白蛇在创作的过程中 就刚好遇到一个很 大学很好的朋友 他的情商 对 女生还是男生 女生 对 他在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就像白树珍一样吧 付出一切 对 然后完全没有保护自己 对 所以当最后 他爱的这个对象 想要退出的时候 又当他们可能已经经历过 就曾经的美好 到现在的幻灭这样子 他非常的痛苦 你会觉得有时候 你坐在他身边 你听他讲 他一直在绕 很像蛇一样 就是一不停的缠绕着 他走不出去 他出不去 你不停的劝他 从各个角度去分析 对 我这时候很像心理资商这样 对 不收钱的这样 就是你去帮他分析 你从各个角度 好 佛教的搬出来用了 哲学 庄子也搬出来用了 都没救 没有救 他陷入在那个秦海里面 他自己 当他自己 没有想要抓一块木头 没有想要找一艘船 让自己能够扶起来 你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是 对 有时候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当下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拉任何一块木头 对 他只能让自己一直往下沉 对 甚至他其实就想沉 是 对 因为 因为你必须得承认 你自己的痴 你的蠢 对 你必须承认这个东西 你得承认对方的自私 对方的残忍 可是这些是很难的 对 那其实连接到千年度白蛇 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当然传统系 其实白素贞的心路历程都很清晰了 对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这位朋友的故事 对 让我对这个白蛇内心的一些情感 可以 我觉得虽然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但是我有很深刻的一些感觉 对 哇 感觉起来你笔下的白素贞 跟我们好像小时候从小念到的这个白素贞 而且更关键的是 你笔下的许仙 应该跟我们所知道的许仙 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对 传统的许仙的话 当然各式各样 因为白蛇传发展这么久 那后来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痴情的许仙 对 虽然有点好像懦弱啊 但是他还是爱着白蛇 没错没错 尤其像新白娘子传奇叶童言的这个许仙 很受到观众喜欢 虽然有点软弱 但是他对白素贞的那种爱 甚至可以超越 就是人类跟异类的这个界限 甚至对 这当然我觉得非常的浪漫 那 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 可能像昆渠里面还有金句的许仙 金句的许仙在填汉本子里 后来就已经 等于就政治正确 或者他就选择了跟白素贞同一国 对 我要一起对抗法海 法海变坏人 没错 他们的法海就很坏 对 那昆渠里面的许仙呢 传统里面是跟法海合作 一起要回到白素贞身边当间谍 然后等他生完孩子就收了他 对 传统是这样 那后来呢 就比较人家看不下去了 就稍微做个调整 让许仙还是可爱一点 那我们这个戏里面的许仙 我觉得回到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男人 天哪 你这样讲好残忍 你这个叫做真实的男人 来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男人 当然这么讲有点 可是我觉得是回归到许仙这个角色身上 对 我觉得我让她是个平凡人 白蛇喜欢她的憨厚可爱 朴实善良 对 可是你也得接受她就是个平凡人 对 她在面对挑战恐惧的时候 她有她的懦弱跟自私 对 她没办法像你一样这样不顾一切 对 所以她这个许仙在经历了种种之后 当她最后跟白蛇又再度金山寺 水沿金山之后 他们再度在断桥相遇的时候 对 白蛇已经怀孕了 但是她没告诉许仙 对 她想要唤起许仙对她的感情 可是我觉得许仙有一度的 就是也是沉溺于 就是又回 在回忆中就觉得 对 的确我们过去好美好 这么这么的幸福 可是她后来又被现实的层面 我跟一尾蛇结婚 别人怎么看我 对 你真的生下来的是妖吧 对啊 我要有个妖的孩子 我怎么在人世间立足呢 白蛇会觉得说 我们去没有人的地方 可是这个太天真了 许仙她就是人 她怎么活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她有她想追求的人世间的 你说事业啊 或者她想追求的一切啊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戏的 嗯 结局有点残酷吧 对 是 听到这里 我就有点听不下去了 有点残酷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请 陈念心来跟我们聊聊 在她笔下的千年度白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对她的千千爱不 就对她千千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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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她千千千爱不 任心心思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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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母亲是主的危险 但以空 这是主婚的婚姻 主婚的婚姻 主婚的编剧陈建兴 建兴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段唱段是 是由小米老师演唱的 然后小米老师在剧中饰演一个百度人 那这角色其实就有点类似菩萨的化身 对他来到唐老师的身边 就是法海的身边 然后想要给他一点提点 对所以呢他就讲起了阿南的故事 对那这个唱段我们可以感受到小米老师 他把爱情描述的前面一段描述非常的美 听了我们都跟着想要谈恋爱 对然后呢 可是后半段当爱情换面之后 那个爱情是一种给人带来那种 你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这一个面向这样子 对 阿南的故事可能也许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 是跟我们讲一下阿南的故事 其实阿南是佛陀一个很重要的弟子 听说很貌美 对长得非常俊美这样子 所以相信他在那个路上脱波画园的时候 一定很多女孩子在旁边说 哎呀这个和尚长得真好看 那偏偏他有一天呢口渴 他想要化点水来喝 就在一个井边遇到了摩登前女 对这个青春的少女呢 看到这样一个俊俏的一个僧人 对很快的就迷上就他迷恋了 对后来他就想尽办法想要跟他在一起 阿南想要跟着 摩登前女想尽办法要跟阿南在一起 对甚至他的妈妈好厉害 还会用巫术把那个阿南迷惑到他们家 要让他们就是结为连理这样 对那还好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在佛陀的帮助上阿南就成功的就离开了他们家 那佛陀后来也度化了这个摩登前女 所以这是这么一段佛教的一个典故 那在我们这个剧中 其实百度人点出来 他就是在跟法海说 前世你的这个僧人到底对红莲是什么样的感情啊 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其实这位法海在前世 他已经其实心里是爱上了这位红莲 对所以当他问说 所以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然后那个法海就沉默 就是我没有说没有爱上他 我也没有说我有爱上他 所以观众就可以自己去 到底有没有 对 就那种感情很微妙的 有时候对有时候 人跟人的感情可能 有些可以很清楚的分 有些真的是 你说是友谊 你说是爱情 然后到了哪一个程度 对这个很难讲 对 就像刚才建新提到的 在你笔下的这位许仙 对 其实跟我们可能在后来很多电影里头看到 很憨直啊 最后还是爱着白蛇的许仙 是很不一样 你说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 是 就是其实我们回到许仙这个 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他也是被欺骗哦 因为你没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是蛇啊 对啊 然后你就让我先爱上你了 你才 我才知道你是蛇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 其实也是 他也是有怨恨的 就是可能也许不到怨恨 但是的确就是在这个爱情关系当中 白蛇的确某部分的隐藏保留 没办法 因为是异类 对 我们都可以理解 对 可是对许仙来说 我觉得这个挑战冒险太大了 对 那我也 我们也确实在很多的现实中的故事当中看到 在两性关系当中 可能常常女性会比较不顾一切 真的常常 是 对 因为男性可能他真的 我们现实世界有更多的包袱跟任务得完成 对 他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啊 这样的 当然现在女性也会追求自己的事业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的女性真的在感情世界里就完全飞而扑火 对 对 我说在爱情的世界里头 常常女生是比男生勇敢的 对 勇敢真的 所以像我们戏的最后就有编剧朋友也有说 他本来觉得白蛇传像童话故事 但是我们这一版有点像战力版的童话故事 别拿战力版 所以后来许仙就决定不要跟白蛇在一起了 我觉得他他心里有答案 对 所以这个感情最后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对 当然我觉得他对白蛇你说没有爱吗 我觉得绝对是有的 曾经这么爱过的一个女人 可是他有太多的现实考量 没有办法大过他对于现实很多的需要 对对追求 没错 那在这里头法海呢 我们通常好像都是法海把白蛇丢到这个雷锋塔里头 或者是法海拼命拦着许仙 都是法海害的 可是在这里头感觉许仙自己已经有了他的想法 对 那这个时候的法海呢 就我们看传统的法海就会想到新白娘子传奇 那个白树真要被送进塔的时候 跟许仙在那边难分难写 官人 然后娘子 对不对 然后法海就在那边把白蛇一推就送进塔 才忍的是法海 没错 所以很多人真的都很讨厌法海 对 那我们这个版本其实法海他一路上也陪着白蛇在经历这个故事 当然他也一直因为他的从中作梗 或者他他想要阻止这段恋情 所以他也在推进着这个故事 对 所以当这个戏走到最后真的水烟金山了之后 他也无法阻止白蛇坐下这样的一个罪孽 然后造成森林涂炭 他没有办法 然后他才发现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对 我想要救他 想要度他 帮他 但是我好像反而把他推入了更深的一个罪孽 深渊里面了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这个戏有趣的是 其实贯穿整齐戏的法海 他到底到最后他从这些种种的经历当中 体悟到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观众看这入戏最后我们想看到的 对 你这么不顾一切的 想要去救度这一个女子 那你最后得到什么 你失去什么 是 这其实是在过去的白蛇传里头 完全没有被琢磨到的一个面向 对 那在这里头我想虽然是法海的体悟 但是应该是你的体悟 的确的确 就刚才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跟我那一位朋友的 对 因为我发现当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无法自拔的时候 其实我们外面的人 你想抓他 他也 你无能为力 所以其实到最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力感 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后从这一个经历当中学到的东西是 其实你要做什么 但是其实你也做不了什么 然后你最好也不要做什么 哦 怎么说 你不要去评价他的感情 你不要去想要说道理 你不要想要去 想要告诉他怎么样会更好 对 当然我们身为朋友或者如果是亲人 肯定会想要帮助 对 可是其实在那个关卡里面 这是他的课题 他有他的责任要去面对 要去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解脱出来 然后让自己快乐 这是责任在他身上 不是在我们身上 对 这是我从这一个经历当中体悟到的 对 所以你的千年度 这个肚子到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就是在佛教的思想当中都觉得菩萨佛菩萨要度化众生 对 可是你要怎么度啊 就像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 你要怎么教 这非常难 那在佛教的观点当中 其实你必须兼具慈悲跟智慧 你空有慈悲想要帮人 你没有智慧你反而害了他 所以我们剧中的法海其实就是因为他有迷思 有执念 智慧不够 所以他才会慢慢的把白蛇推到最后的境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度这个字 我们在过程当中看到都是度人 我要去度他我要去度他 其实最后要回归到自度 自度 对自己度自己 就是变成说我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 我们很多人遇到了人世间的烦恼阻碍 我们很容易可能想要祈求就是是不是有神啊 有菩萨赶快来帮我啊这样子 对那这个我们都会期待着一个外在的力量 可是其实我们真的真的你最后会发现卡关的是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的心里的某一个结解不开 你这个结解不开 外面的人想帮都救不了你帮不了你 就算他已经把一艘船放在你眼前了 你连要踏上那个船的力气都没有 甚至人会自逆的 有时候在某一些悲伤当中 其实他想在那里面 是 他想在那里面 他根本不想走 他其实真的不想出来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反而是你让他在里面待着 你可以在外面静静的坐着陪他 然后你让他知道说有人还关心他在意他 对但是真正还是得给他时间 到了某一个时刻他突然 闪开了 他就出来了 是 其实好像常常人与人之间有一些摩擦或者是纷争 都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你好 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出门你就要多穿一点啊 你就这个不能吃啊 你就怎样怎样 但是好像这些到最后都变成了彼此之间很大的摩擦 甚至好一段时间之后彼此的关系就坏了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千年度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还不只是在爱情的关系 像亲子之间的还有 亲子或夫妻 夫妻 师生对真的尤其父母子女 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太深了 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的确为了孩子好 这句话对 我是为你好 这句话很可怕 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爱 我们都知道爱很重要 可是怎么爱 我觉得在我们的求学过程中 没有人教你这个 真的耶 真的 你看我们读那些课文 英文 数学 各种的知识 没有人教你怎么去爱人 我真的觉得 稍微说 就是我就觉得像古文课本里面的选文 真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跟检讨一下 我们可能学了很多什么古文大家诗人啊 然后那一些的他们的遭遇啊 他们的一些思想啊 对可是其实老实说跟那一个年纪 国高中生的年纪的青年来说 太遥远而且太不实用 我们可以当然也许你说好了 苏氏他被贬折 然后呢他遭遇困境 但是他可以用很豁然的心胸 对来面对 对很了不起 对但是这个好 我这些小孩也许他们要等到四五十岁 他有一天可能被裁员了 对对对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也无风雨也无情 对他还要记得小时候 曾经背过的这首诗 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不指望我们的课本 变成一个爱情宝典或什么 但是我真的觉得 有没有可以更多能跟孩子 这个年纪有更多连结的一些文章 能够让他们累积一些 可以打打预防针 让他们在未来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怎么样去爱人 怎么样被爱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建立孩子们的一个自信 让他在感情的关系当中 不会想要成为那一个弱者 或者委屈求全的人 也不要成为那个加害者 对对对 有时候即便是爱 你也可能变成一个加害者 对 从爱 以爱之名 对 其实爱的是自己 是 哇这样讲起来这个爱的课题 这个习题其实真的好难 对 所以这也是千年度白蛇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小细节 白蛇怎么样去爱着许仙 许仙怎么样爱着他 对 是 我发现其实在建新的一些剧本里头 好像常常这都会成为你在书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是不是 对 我觉得我们逃不了 我真的觉得自己啊 活到现在三十五岁 很无知 很幼稚 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都对于爱吧 还在学 真的还在学 就像我跟我妈好了 我觉得我妈可能对我的爱啊 那是一种没有保留的 就算你有时候像我发发少爷脾气啊 凶他一下啊 可是你看做妈的 你凶了他 他不说话走了 接下来端个水果又来了 对 对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趣的是他关心你 然后他像我这个人喜欢有很多的秘密 所以我妈有时候又要假装打扫之名 来到我的门外 侧耳倾听 就是在跟谁讲电话 他会在干嘛 然后我的耳朵很灵 所以我都会知道说门外有人 可是我也不会把他赶走 反正你要听就听 但是我也会觉得就很好笑这样子 对我就真的在学着怎么爱 包括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离开之后 就是对过世之后 我才在不断的思念他怀念他的好处 对那以前他在的时候我们挺有距离的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父子关系是这样的 是有种紧张的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最后知道癌症之后的二十多天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躺在床上 我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完成想做的事 他说没有 然后他说其实人跟动物是一样的 就是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动物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接受他的死亡 对 等待这样子 那这个话跟 我跟他一起躺在床上聊天的这个画面 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 对 然后我也觉得 嗯 他走了之后 其实我才发现自己这么爱他 嗯 真的真的 对 所以我活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怎么爱 对 哇这个爱真的是一个很大又很难的功课 对 对所以 呃 建兴你就用你的笔 在很多不一样的剧本里头 写出你对爱的很多的诠释跟观点 对 包括这一次的千年度摆摄 是 嗯 那呃 这个作品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演出过 演出过之后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白蛇传的故事 你有收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回馈吗 嗯 当然刚才有有朋友说是战力版的 对 白蛇传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的确多了一些比较呃 现实的层面 或者说 嗯 挖的更深 好像真的是挖到很多 很真实 但是又让人家觉得有点残忍的面向 真的呃 现实 人生是残酷的 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呃 人生 对于这个人世间有很多的想象 很理想化 嗯 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啊 我觉得其实成长 就是让你慢慢看到现实残酷的一面 那你看完了这些残酷的一面 你又怎么样还能保有一点点的 嗯 对于是让人生成的一面 哇这好重要 很重要对不然你可能就被现实淹没了 嗯 你变成另外一个 对你你自己其实也痛苦 你觉得我武装起来 或者我变成某一个另外一个人 我会快乐 其实未必 嗯 其实你说不定更痛苦这样子 对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现在走在陈建兴的人生的道路上 呃自己在慢慢的感受体会也不断的提醒自己 怎么样能够尽量的保有真的比较单纯 比较善良的这一面 但是又不要当个愚蠢的人 这样子 对对对 嗯 所以呃 我觉得真的写戏制作戏啊 对我自己来说真的边写边学 嗯 然后逼着自己去想很多事情 嗯 是 所以啊 有机会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建兴的这个剧本呢 千年度摆摄 我相信在这里头你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属于你自己的 像一面镜子吧 啊 对 对 对 建兴已经走过他找到的答案 或许也能够给我们一些 呃 可能在踏出每一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 或者是一些想法的回馈 好 我想聊到这边 我当然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演出的时间 2020年也就是今年大家好久没有看戏了 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在7月11号到12号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唐美云歌仔戏团 唐美云老师这次是整个替法 对不对 对 他不是戴头套 不是不是 对 他是真的就是化身为这位法海 没错 演出这个角色 好 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首曲子好不好 我觉得这首乐曲也很特别 是 对 这个曲目呢 其实就整出戏的结尾的最后一个总结 对 然后他其实在讲的就是 呃 你要度人 你必须得先自度 对 掌握把那一个传讲掌握在自己手上 而不是想要依靠别人 这其实就是佛教真正的一个精神 对 是 是 哇 要度人 我们先自度 自度 对 这一年其实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辛苦 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在这一个辛苦的关卡 我们不仅能够自己好好的度过 对 也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 对 嗯 好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建新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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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祝你们的演出顺利成功 谢谢 谢谢 祝你们的演出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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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的演出顺利成功 祝你们的演出顺利成功 尚辛乐士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